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献给旅行者365 要跟各位说的一个主题是 开悟的故事 很多禅师在开悟之后 他们会写出开悟的诗 所以这个主题就是 悟以诗 开悟以禅师 这个公案当中另有公案 如果没有好好把它搞清楚 真的是不了解其中的含义 而且你透过这个开悟的禅师 禅师里面 禅师写出来的禅师 其实我觉得虽然不太像 唐代的禁体诗 但是他其实意见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首先来看 宋朝的龙门清远禅师 他写的叫 但是他的法名就叫做无主法眼 然后有一天 这个清远禅师就在炉州化园的时候 下雨当中听到两个人在吵架 他跌倒了 刚好听到有两个人在那边吵架了 旁边有人在劝架 劝架这两个吵架人说 哎呀 你怎么物质有烦恼在啊 不要烦恼嘛 你怎么这样子 他听到劝架人讲说 你怎么自寻烦恼呢 他好像有一点点醒悟 然后就回家就问师父 华言 说他是什么道理 这两个吵架旁边劝架人说了 不要自寻烦恼 干嘛要把自己烦恼给自己呢 就华言说我不如你 你自己会了解的 你当自己自会得 自己会会得的 他就很纳闷 就问了首座 首座和尚 这首座和尚也没有告诉他答案 就揪着他的耳朵 绕着这个香炉 香炉就说 你等到有一天 你终于会悟到其中的道理 而且会了解到 今天为什么你师父 或者是我 如此曲折的 不把答案告诉你 后来他觉得 还是没开悟 就跑到了蒋山 蒋中正的蒋 就看到了林圆 禅师 所以林圆山说 你怎么舍计求援 你师父法言禅师 是天下第一宗师 你舍计求援跑来 跑来跟我参学 你错了吧 你不是圆木求援吗 求雨了吗 空会炒血浅 好了 被这样点拨回去 就又回到师父身边 做什么 去做知客 做知客师父 每天就迎来送王 招呼信徒 有一天 冬天的夜晚 天气非常的冷 他就 有一个火炉 因为不像我们现在 有暖气 就以前就有烧这个炭 他就拿了一根木材 就在拨那个炉火里面的 拨这个炉火 快要熄掉了炉火 可能烧这个炭 突然看到 用木棍拨火 这个炉火 火星就冒了出来 他突然间 好像电光石火 有所感悟 跑去看这个传灯路 传灯路呢 就看到了破灶 破灶禅师的功能 就是破灶 破灶醉这个功能 就是在诗里面讲 就开悟了 就写了这首诗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首诗 那这个破灶醉 这是一个什么功能呢 是松岳 松山 有一个破灶醉禅师 他隐居在松山 那在山当中呢 有一个破神庙 有一个山神庙 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有一个灶 这个大灶 也不太好的灶 然后呢 附近的居民呢 都拿着三生四离 杀鸡宅鸭的 来拜这个灶 这拜灶神啊 所以这样才会有 有好福报啊 就会得到好的幸福 那些财富 有一天呢 这个松岳破灶禅师呢 松岳禅师就带着涂地啊 就拿着这个木棍啊 拿着木杖就来 就敲着这个 敲这个灶 啪啪啪就把它敲破 说泥只不过是瓦片啊 破瓦片 泥瓦所成 是用泥土跟瓦片啊 砌成了一个灶 河来什么 有神灵之游啊 慢慢就把这个灶给打破了 打坏就叫罪嘛 罪破了 破罪 那天晚上呢 就做梦 就梦见 有一个人穿着青衣 青色的衣服 带着后 这个皇冠 来谢谢他 他说 我就是这个庙里面的大神 就三神 我呢 长期以来都接受 接受居民们 附近的山民们 杀身来祭拜我 今天很感谢你 感谢法师你说了一个无神法门 我才可以解脱 不用再一直住在这个灶里面 我可以解脱升天啊 然后呢 就 这个 松岳破罪禅师就讲 其实不是我有对你说什么呀 是你本来 本来自信里面有的呀 好 这个 灶神就解脱了 徒弟呢 他的侍者就说 奇怪 师父 我在你身边 侍候你这么久 你说了一些事情 我怎么 你怎么都没有对我开示啊 我都没有什么醒悟啊 然后呢 这个灶神呢 怎么你才递他说 说了一次法 他就能开悟解脱了 而且可以升天了呢 你究竟跟他说了一些什么 他说我没有为他说什么 我只不过跟他讲 说是瓦片 你是泥瓦构成 你懂不懂啊 他说我不懂 他说你是自己本来有的东西 怎么不懂呢 公案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龙门亲眼是在拨 在一个火炉 快要熄灭的火炉 拨出火种 看呢 高僧传里面的这则故事 所以就悟到叫做刀刀林鸟提 在听到那个 外面听到那个林 森林当中鸟的提叫 我呢披着衣服 长夜冬夜 披衣中夜做 就那边坐在火炉旁边 所以拨火悟神 穷神归破舵 所以也就是说 我就拨这个火炉 然后呢悟到 民心见性啦 了解了原来那只是一个假象 守住那个灶神 守住那个破灶 那是一个假象 以为有什么 所以我今天呢 我的知见 我以前自以为是的知见 固执的想法 就好像被打破的 尼瓦所成的这种灶 所以解脱出来了 视角人自明 说本来这世间的 世间的一切 本来就是那么明朗 那么清楚 是我们人自己迷惑了 迷惑了 取淡谁能知 这当中的曲折 谁能知道呢 念知永不忘 要应该要念知在知 不可以忘记 门开少人过 这一掌这么样好的道理 又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 这个是龙门亲眼 在拨火炉的 维系的火苗 而了解了 我们众生常常是 执着外向 就好像那个灶神 执着有那个灶 然后呢 常住在那里 而且让这个居民呢 因为要祭拜他 反而犯了杀神之过 所以当然就不能解脱 这是第一则 开悟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 第二则呢 也是宋朝的 原路客琴 这个原路客琴呢 非常有名 就是后来写了 碧原路的那位 他有一首诗 这是 禅宗史上 唯一的一首艳诗 你说 出家人也写艳诗啊 非常有意思 他说 金鸭香肖 锦绣为 生歌从里 最福归 少年一段 风流逝 只许家人 独自知 原路客琴 也是骗餐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老师 最后呢 也是到了 无主法人的门下 有一天呢 他回来的时候 刚好立步 有个叫 陈提醒 一个官呢 就管司法 可能管这个典语的 管这个 司法行政的 刑事的 一个官呢 叫陈提醒 就来参访 来跟无主法人 法人 无主法人来 请教事情 然后呢 我法人就跟他 讲了一首诗 说 你问我怎么开悟 问我怎么修行 很简单 这一首诗 你好好地去参访 哪一首呢 一段风流 事化不成 洞房深处 脑稠情 贫乎小玉 原路是 只为坦朗 事得生 他说 这个陈提醒呢 听了 无主法人 法人才是这样跟他讲 他开悟了 回家了 非常欢喜的 从外面回来的 原路客琴说 老师 你刚才讲那段诗 那个陈提醒 懂不懂啊 他听得懂吗 他说 他懂不懂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啊 我不懂 你懂不懂 比较重要啊 这个原路呢 没有 没有意会出来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早上清晨 他起床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只公鸡 跳上那个蓝笋 云头啊 我们去过火光山就知道 寺庙外面不是有 有这个蓝杆 那个水泥做的那个蓝笋 那公鸡刚好跳到 咕咕咕咕 就这样 鸣叫 站在这个蓝笋的云头上面 银颈高提了 大叫 那个 克琴听到鸡鸣 他突然 他就开悟了 他说 听到那个鸡声 原来 他士德生 他不是问他的师父说 师父你跟他讲这段话 只为坦朗 士德生 曾提醒 士德生吗 了解那个声音吗 所以 克琴就听到 鸡鸣声就开悟了 就写了 我们刚才念的 金鸭 香肖 锦断 为这首诗 好 那么我们来理解这两首诗 就是陈提醒 无主法言告诉陈提醒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一段风流 话不成 洞房深处 闹愁情 平湖小玉 圆湖是 只为坦朗 士德生 古时候 拜堂完 新郎新娘 拜完堂 新娘子就被送到洞房去 因为是在幽深的 后院的房间里面 私人生活的地方 这叫洞房 比较幽暗的 幽深的房间 那新郎官就在外面应酬 可怜的新娘子 一大早起来就 就要张罗结婚的事情 被化妆 而且不能吃东西 那怎么办 他就坐在那里 他不能叫新郎官说 死鬼啊 怎么还不进来看我 怎么办 他叫小玉啊 小玉啊 小玉是谁 是他的丫鬟 小玉啊 倒一杯水来给我喝啊 小玉啊 拿个毛巾来给我擦啊 叫小玉不是什么事情 是要让我那个 我那个没良心的 好吧 我们用事件来 叫那个死鬼 那个没良心的坦朗 在外面喝酒其乐 都忘了 娘子我 坐在洞房里面 然后饿了一整天了 要让她知道我的声音 所以 洞房里面的风流事情 谁能够描绘出来 只有新男跟新娘 一段风流事 只许家人 独自知 所以这里就描写说 金鸭香肖锦绣为 洞房里面的那个摆设 锈着金鸢鸢 金色金丝锈的金鸢鸢 成双成对 香肖 房间里面的燃的那个香气 缭绕 锦绣为那个纱布 那个杖 杀杖 也是锈得很漂亮 所以这是富贵人家 新郎官就喝醉了 被人家吹声吹消 打打滴滴滴 送到房间里面来 好 成就一段少年美事 少年的一段风流事 只许家人独自知 只有家人自己才知道 各种事 这什么意思 开悟的境界怎么能言说呀 所以那个士德生 就好像新娘子叫那个小玉坦朗 有一天 坦朗是指谁 坦朗指佛陀呀 小玉是谁 是我们各种的 透过的一个媒介 过程 比方说你看街 你打坐 你修福德门 修智慧门 而开悟的这些修行的方法 主要是有一天 你这个新娘子的你 跟坦朗的佛陀 你们能够同气相求 同身相应 能够心心相应 那么你就开悟了 所以开悟的境界 怎么能用原传呢 讲不出来 就好像洞房里面的风流式 只有新郎跟新娘官 自己各种才知道消息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开悟的诗 它是源以道断的 它是超越文字的 所以这首诗可以说 被当作在佛教 禅门里面的唯一 非常特殊的一段的 叫做艳诗 那么有一个课情 后来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这个必言录 那其实这个还要告诉我们 其他的开悟的故事 所以在佛门禅门里面的开悟 都非常的精彩 最后一个是 迅牢上打破杯子 喝了茶打破杯子 开悟的念他一次 杯子坡落地 扑落地 享生名利地 虚空粉碎也 狂心荡下西 叫做打破虚空笑满塞 各位你没有一直在餐 你回家丢破了一百个杯子 也不会开悟 所以要这样 不断的餐 叫做打破砂锅温道地 有一天你也会悟到 朗朗前空的境界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